病人最后也顺利康复 他顺利平安地度过了手术过程 这作为麻醉医生来说也是我们值得叫好 作为麻醉来说 这是一个不太被大家了解 这样的一个专业 外科医生治病 麻醉医生怎么就保命了呢 实际上外科医生取这个操作的 去这个肿瘤这个操作的过程中 一定是办法封键 那在做这个手术过程中 他有可能其他的器官又出现问题 麻醉医生不单纯让这个病人 具备一个可以开展手术的条件 更主要的是让他在这个手术过程中 维护住原来的这些功能 器官的功能 这个非常关键 但是实际上你记住 一旦你进到手术室里头 手术室里始终有一个声音 这个声音就是病人的心念图的声音 作为一个训练因素的麻醉带徒 它无论是在多嘈杂的话 你耳朵里头一定有这个声音 这个声音告诉你 一个病人当前的心跳 是不是一个平稳的状态 它的音量的高低 告诉你它是不是在缺氧 所以两种声音 对于一个训练因素的麻醉医生 永远它是有一种本能 它会捕捉这件事 你甭看看一个很轻松的一个状态 实际上它的所有的感官 它是在感官着的 从工作 我觉得今年是 今年是31年 然后接触 就开始进入到麻醉 31年 那这个经历的麻醉太多了 就有的时候 已经数不出来多少了 总体来说呢 你年次越高 经验越丰富 你做的微重的病人 或者大型的手术 占比会高一点 总体来说是这样的 因为它的麻醉的复杂程度 对麻醉的要求 会更高 或者是病人特别的危重 你手术当中 用药的选择 用药的剂量 包括它的很多的 这个循环 呼吸 内环境等等很多 需要去调整的 这些方面 要考虑的东西就比较多了 我们希望都会得到认可 但是 未必像你想象的 那就不断地利用机会 通过我们的一些 成功的案例 这个让公众 对我们的这个专业 有进一步的了解